7月5日,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主办的香港基本法 颁布30周年法律研讨会在香港召开 多位香港基本法委员会成员及大律师出席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在会上表示 国家安全属于中央的事权之一 涉及国安的案件交给香港审讯并非必然 中央政府将大部分案件审讯权交给香港 是尊重两制的做法 谭慧珠谈到当年起草香港基本法时 将涉及国家安全内容的第23条交给香港自行立法 并不代表中央将权力完全交给香港 第23条出现在基本法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章节 显示这部分不属于高度自治范围内 证明国安全力永远属于中央 这在法理上明显说得通 这个权也都不是香港高度自治范围 这个权其实好像国防外交一样 是三头马车 国家安全其实是中央的事权 因此能够给香港有案件可以管核 大家就不要take for granted 是否一定要给香港 它可以不给 但是它尊重两制 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大家要团结 在一国 然后两制互相尊重 它考虑了这一点 所以大家看下去就会知道 中央政府把绝大多数的案件 是交给香港审 谭慧珠表示 香港国安法在起诉及审讯的安排上 都与联合国的人权法的要求一致 维安法是维安的握手 是撥乱反正斗篇的方法 对人权的保障没有降低 也都符合国际标准 因为第四条就说了 我们基本法第39条里面的联合国 各种的公约 对我们各种的权利自由的保障都保留 对于刑事案涉嫌的保障 人的保障是无变 大家知道了 无罪定论等等 最后对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 保障香港的长期繁明稳定 有重要的意思 而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 中央政府以高度智慧处理香港国安问题 并以文明手段处理 香港国安法是一剂良药 以法治乱 立法能恢复香港经济和社会安宁